书馆开书啊,咱们继续聊天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咱们今天接着聊着大小合卓之乱 上文书咱们交代了这个小合卓和大合卓 这兄弟二人呢,定下了瞒天际 他们一面要买这个大清朝的好 让这个大清朝啊,对他们放松警惕 另外一方面呢,紧锣密鼓的收紧对南疆的统治 这意图啊,也是很明显 迟早的,人家啊,是要建国的 那么说这大清国就那么的好麻痹吗 在初期啊,这乾隆皇帝之所以能轻信这大小合卓 那完全是啊,这乾隆皇帝对穆斯林不了解 他不知道啊,这叫门当中圣战是什么意思 他更不能理解啊,这穆斯林对卡菲尔的态度 哎呀,这乾隆皇帝不明白的这些事 我想到现在为止啊,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啊 我的粉丝朋友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过呀,我也不想深想这些话犯忌讳 当年的大小合卓以及他们身边的这些激进派 这些个贵族这些阿哄的想法啊 当时在叫门当中是普遍的 可是现在不一样啊,世界大同文明了 只有啊,那种原教旨主义者呀,才有那种想法 您就比如说吧,您在这个新闻联播这后十分钟啊,常听到的那几个名词 您就比如说什么哈马什么什么呀,什么塔利什么什么呀 现在呢,是和平世界的毒窗,它再横啊,它也无非就那么几个疙瘩 并且呢,现在啊,世界上的健康势力啊,或者是想招呢,把它挤了 或者是呢,用伏塔铃呢,慢慢的呀,就给它削了肿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世界肯定是越来越好 不过耐玩不行,当时啊,这全世界这帮教门啊,那都是这么想的 以圣战呢,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 怕就怕在这乾隆皇帝,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 他就认为啊,这南疆缠回啊,就是一群农民 和这个中原汉族一样的好管理,好统治 可是他就不知道,这中原汉人他学的是什么呀 儒家,讲究的是,你骂我我都不还嘴 这南疆缠回啊,他虽然也种地,也是农民 但是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可是不一样 谁要是天天啊,在这孩子儿边摸到圣战子这码的事啊 您想这孩子长大了,这脾气,他能好得着吗 这乾隆皇帝对这些事情,连清事都不是 他是一点也不懂 所以说啊,这大清朝廷和乾隆皇帝才上了这大小合着的道 他就认为啊,这大不了,这南疆缠回就是不合作不抵抗呗 实际上他可不知道,这圣战要求啊 对这个卡菲尔啊,从灵魂到肉体是通通要消灭的 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作为一个政治家 这乾隆皇帝对这个南疆回部还是有防备的 就在第二次清准战争的时候 这定西将军策棱率领着大军呢 在草原上搜山捡海的抓阿门撒纳的时候 这会儿啊,伊犁驻扎的是谁啊 就是副将赵慧 那会儿呢,在这整个的新疆内地啊 当然了,包括这个北疆准部和南疆回部 这个伊犁啊,是整个新疆的中心 有人说胡说去吧 我知道啊,我去过新疆 这伊犁啊,在边境附近 它怎么能算得上是新疆的中心呢 哎,您说的是现在啊 其实啊,在当时伊犁的西北边啊 还有大片的土地都属于新疆 只不过呢,有一个讨厌的国家啊 叫俄罗斯,这一口啊 就把那一大片我国领土吞并了 所以呢,才导致现在的伊犁成为了一个边境城市 所以说那会儿的清政府啊 就把这个在新疆中心位置的城市伊犁设为了 在这个新疆内地的大美营 那么说这主江侧棱啊 带着人在这个草原上抓阿姆尔撒那不好找 所以说大小合着呀 就经常派人到伊犁 给这个清军的劳军送点礼什么的 其实啊,就是为了打探消息 侦查一下这清军大部队的动向 并且呀,嘴里总是表示啊 要向清军投诚 诶,正式的投诚 意思就是说那大清皇帝呀 赶紧啊,给我们任命书 有了这个天朝上国的册封啊 我们在南疆啊,统治起来 指挥起来,也算有了主心骨了 那么这个册棱呢 自然得把这些事情禀报给乾隆皇帝 当然了,这乾隆皇帝呀 是不相信的,这大小合着哥俩会造反的 所以说呀,他回复策棱说呀 说这个布罗尼都和这个火鸡栈 这两个人呢,要是真心投诚的话 那就批准 不过暂时啊,因为没逮住阿姆尔萨纳 这北疆啊,还一片混乱 所以说也别搞册封不册封的 等啊,这抓住了阿姆尔萨纳呀 咱们才办这件事情 可是咱们知道,咱们前文书讲过了 这策棱啊,能力太差了 始终也没能逮住阿姆尔萨纳 于是啊,就被撤了职 这赵慧呢,随之啊 就被升为定边幼父将军 驻守一礼 这权力越大呀,操得心就越大 这赵慧就发现呢,不对 这南疆啊,肯定是出事了 这三番五次的大小河卓 派人来表示臣服 但是为什么始终没人提 这托伦泰的事呢 你还记得吗,这托伦泰是谁啊 这托伦泰啊,就是陪着大河卓 一同入南疆的清军将领 这小河卓呢 随着阿姆尔萨纳一同攀乱之后 这大河卓波罗尼都 就把这个托伦泰啊 给软禁了 所以说呢,这清军大北营 就一直没有这托伦泰的消息 这个人呢,就好像啊 在南疆草原上啊 蒸发了一样 这赵慧呀,他也不了解 这南疆是什么情况啊 于是,他急需找人商量商量 哎,他就想起来这么两个人 一个人叫嘎代莫特 另外的一个人呢,叫鄂队 这二位呀,都是这大清朝的死忠法 而且呀,都是新贵族 嘎代莫特呀,是原来拜成的阿奇木伯克 这阿姆尔萨纳一造反呢 他往南疆派出的使团呢 可不是只有啊,去找这个波罗尼都的一支 他往这个拜成啊,也派了使团了 不过拜成的阿奇木伯克 嘎代莫特呀,不愿意跟他掺和 哎,对,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阿代莫特呀,是大清朝的死忠法 他认为呀,大清朝这条粗腿呀 比谁的都粗,抱起来呀 最有安全感 还有一位呀,跟他情况一样 就是这个酷车的阿奇木伯克 叫做恶队 这二位呢,不但对大清朝死忠 而且他们的这个家族啊 在这两座城池是根深蒂固的贵族 现在呀,又都在这个巴西军的军中效力 两个人呢,正好都在伊犁 关于南疆的事 赵慧也遇上不明白的事了 只能问他们两个人 这二位一分析呀,咬脑袋了 不清楚,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人呢 他对这个大小合作不了解 因为从来没贡过事 这大小合作呀 原来一直是准嘎尔韩国的人质 他一直住在伊犁 我们互相啊,没见过面 就更谈不上啊 有什么了解不了解的了 不过啊,大学龙,您刚才说呀 他们始终不肯透露这个托伦泰将军的消息 我看呢,这个回人地方似有事故 赵慧一听啊,哎,有道理 咱们呀,不得不防 于是啊,就召见了一位 自己手下的副都统 这位副都统的名字呀 叫阿敏道 这阿敏道啊,他不是满人 是一名啊,蒙古将军 说实话呀,这赵慧用他呀 挺纠结的 这位蒙古将军年纪不大 虽然这个武艺高强啊 咱们在韬略上啊 略显迟钝 这赵慧呀,准备给他兵将 把他派到南疆啊 让他去视察一番 其实也很犹豫 他这智商啊,到底能不能胜任 不过又一想啊 哎,把这个 嘎呆莫特和这个恶队两个人呢 派出去 让他们呀,一同 和这个阿敏道呢 到南疆 这二位呢 那都是南疆缠回的老炮 在一切这个紧急的情况之下呀 也能有个应对 他跟这个阿敏道说呀 我呀,给你一百名八七兵 你倒赢了呀 捡好的挑 那为什么给这么少的人呢 因为这会儿的赵慧呀 在这个伊犁也没有多少八七兵可派 不过这手头啊 有别的兵可派 有投降来的准杆尔兵 这个你可以多带点 给你拨个三千名准杆尔归顺之兵 你带着这些人 让这个嘎呆莫特和恶队 陪着你去南疆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呢 你就跟这个大小合卓说呀 说我们呀 是来收税的 无论多少呢 这大清国都不嫌弃 我带兵来的目的呀 就是妥当的把这些税金呢 押送回北疆市 以充军资 要是看出这大小合卓呀 有谋反的意图 你手上带着兵呢 还用我多教你吗 这阿敏道一听啊 连忙打签道说呀 末将明白 赵慧说呀 先不忙着走 这事儿啊 我还得先请旨 先禀报给皇上 皇上不点头 咱们贸然的往南疆派兵 这不是找死呢吗 就这样 赵慧一到折子 就揍爆到了北京 没想到很快 这廷记就回来了 打开一看呢 这里边有乾隆皇帝的旨意 这乾隆皇帝 也对赵慧的这些做法呀 表示认同 派人去是对的 做两手准备也是对的 不过呢 不过来了啊 前日货吉栈呢 派人来京 奏称 感谢圣恩 情慎成独 霍吉栈虽未可深信 然其前世远来 明有畏惧天朝之一 这皇上说呀 从态度上看呢 这霍吉栈呢 对这天朝 还有畏惧之心 看来呀 也出不了什么大事 这廈龙皇帝呀 最后还不忘嘱咐这赵慧 你既然往南疆派了兵 对于这个霍吉栈嘛 无论是抓也好 劝也好啊 尽量把他弄北京来 让他呀感受一下天温 总之啊 能不用兵就不用兵 哎 怎么那么寸 就在这道亭记 刚发到伊历不久 这南疆啊 也派人来了 这霍吉栈呢 派出了使者 把托伦泰给送回来了 这赵慧一看托伦泰呀 身上没伤 不但没伤啊 而且痒的呀 白白胖胖的 比初期的时候啊 足足胖了得有二三十斤 这赵慧联盟问托伦泰 到底怎么回事啊 托伦泰说没怎么回事 关了我一段时间 后来又把我放了 再后来 又把我送回来了 外界的消息封锁的很严 我是一律不知道 我这儿呢 也是稀里糊涂 和这托伦泰呀 连阿姆尔撒那造反 并且也策反了 大合卓这事啊 他都不知道 虽然是这样的 赵慧还是不放心 计划仍然进行 这阿敏道啊 仍然带人呢 去巡视南疆 不过这回也不用带这么多人了 仍然是一百八级兵啊 两千蒙古兵 身边呢 还有这个 嘎呆莫特呀 和这个恶队两个人呢 随军参赞 哎 这一去呀 赵慧呀 阿敏道二人呢 都没想到 这才叫做肉包的打狗 一去 不回头 不回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